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说杂货店命案 这个事情发生在吉林省白城市 吉林省白城市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 在这个村子里边一共是有三个杂货店 这杂货店也卖点吃的 也卖点日用小百货之类的 就是普普通通农村里边的小卖部 比小卖部稍微大一点 那么在这三家里边 规模最小的那一家 这老板叫刘芳 每天早上九点 刘芳都准时的开门营业 刘芳的丈夫张华并不照管店里边的生意 是个出租车的司机 各位想出租车司机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乘客 开这小卖部 又能知道村里张家长李家短的事 所以每回夫妻俩吃饭的时候 就会聊聊这一天听到的那些故事 刘芳和张华结婚九年了 俩人有一个闺女 出事那年是四岁 张华原本认为 这日子就会这么着平平淡淡的过下去 虽然平淡没有什么大富大贵 但是呢 这就是稳稳的幸福 可是在2014年10月12号 这天晚上九点多 张华回到家里之后 发现这个家呀 毁了 怎么回事呢 他发现他的妻子刘芳 身上中了好多刀 就死在了自家的床上 刘芳呢 只有27岁 长得呢 还挺漂亮 死的时候啊 刘芳是下身赤裸着 双手呢 被反绑在背后 腹部中了多刀 进而导致死亡 张华报警之后 民警呢 立刻赶到现场 现场勘察完以后 兵分三路 迅速开展工作 首先一组人员呢 就是对报案人张华 来进行询问 第二组人马呢 是对现场周围 进行走访摸牌 第三组人马呢 就是对现场周围的监控录像 来进行调取 在这期间 负责现场勘察的 刑侦技术人员 也开始对店里边的 足迹指纹 来进行了提取 现场啊 并没有撕打的痕迹 可以说凶手 应该是非常顺利的 进入了现场 在这十杂点 后边的卧室里 民警呢 提取到了一个鞋印 看这鞋印 应该是40号的鞋子 留下的 通过鞋印的这个 轻重程度来分析 应该是一名中年男子 这个事儿要说起来啊 这个技术很复杂 反正就是通过这脚印 通过这个鞋印的形态分布 就能够大致啊 分辨出来 到底是多大年纪的 平时走路 是个什么样子的姿态啊 身体状况怎么样 大致都能够推断出来 身高多少 虽然这十杂点 人来人往 但是后边的卧室啊 平时就只有刘芳 跟她的丈夫张华 才会进进出出的 刘芳就是死在了 这间卧室里边 除了她的双手 被反绑住之外 整个十杂点 没有任何打头痕迹 那么 到底这个人 是怎么控制住刘芳的 又是怎么在卧室里边 把刘芳残忍杀害的呢 民警啊 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就发现啊 在这十杂点的外墙上 有一张广告 就是出租出队的广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因为生意不太好 半个月之前 刘芳把这广告就贴出去了 这也就是说 刘芳的这十杂点 不打算干了 打算转让出去 那么就必然涉及到 要轻货轻仓 这一轻仓 肯定就会有好多人来买呀 捡便宜呀 那么这就会有 大量的资金的流动 那么刘芳的死 会不会和这张广告有关系呢 民警呢 就向刘芳的丈夫张华 来了解十杂点的具体情况 大致就是问问啊 之前店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你看看财务有没有损失啊 张华就说 家里确实有财务不见了 经过清点的最后发现 一共是少了四条烟 还有钱箱里的五百多块钱 加起来价值还不到两千块钱呢 假如说啊 这凶手是为了财务 这才做的案子 这才杀的人 那他为什么只拿走四条烟 和五百来块钱呢 这小卖部里边那么多东西呢 有比这更值钱的呀 你为什么不拿呢 那假如不是为财杀人 还会有什么可能性呢 除此之外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 这刘芳啊 是下身赤裸的 这会不会是凶手 又见色起义呢 是不是侵犯了刘芳呢 经过检验 却没发现刘芳 又遭受性侵犯的迹象 这一点呢 就让侦察员感到非常奇怪 抢劫的东西很少 也没有性侵刘芳的迹象 毒了一个什么呀 这就很矛盾呢 刘芳啊 身上中了很多刀 从他当时死亡的状态来看啊 犯罪嫌疑人明摆着 就是要置刘芳于死地 那么会不会是刘芳 在跟客人做生意的时候 言语不当啊 吵着架了呀 刺激到犯罪嫌疑人了 从而引来杀身之祸呢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通过周围邻居的描述 民警也觉得 刘芳跟人起争执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刘芳这人呢 平时脾气属性还挺好 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 一定是带着某种目的 前来实施的犯罪 如果是熟人作案的话 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听友 可能都会冒出一个人选来 那就是刘芳的丈夫 张华 咱们之前在别的案子里面也提过 一旦发生命案啊 一看就不是为财的啊 不是为愁的 通常警方就会先从退偶 家人怀疑起 张华呢 是个出租车夜班司机 每天都是凌晨才收工回来 可是案发这天 张华九点多就回了家了 这张华呢 每天呢 你开车赚钱 但是你得交六十块钱的租车费 一个月 这就是小两千块钱 再加上平时的各种车辆损耗 你不得加油加气吗 你不得保养吗 你不得维修吗 这一天下来 你最起码得挣到一百五十块钱 才能收支平衡 不赚不赔 而白城市啊 出租车的起步价 当时只有五块钱 这就意味着 张华每天晚上 至少得拉五十个客人 一个月才能勉强挣到三千 他跟大城市不一样 动不动一打车 打个百八十的 白城市本身也不大 你真是很多地方 一般一个起步价也就到了 为了生计 张华基本上是下午四点半 接车之后 得一直干到凌晨 为了补贴家用 一年多之前 刘芳在这村子里啊 租下了这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平房 开启了这个小杂货店 夫妻俩呢 也带着女儿 搬到了这个小平房里 周围老百姓都说 这小两口啊 人挺好 他的实施本本分分 平时呢也乐于助人 人缘特别好 怎么会有人 对他下这种狠心 把他给杀死呢 至于有没有可能是 张华把妻子杀死的 那周围的村民 更是想都不敢想 咱们来说说 张华这天 为什么提前回家 这一天呢 是个周日 晚上七点多 张华就在路上啊 来找乘客呗 当时正是晚饭的时候 打车的人呢也不多 张华呀就想起来了 这一天呢 四岁的女儿 被送到母亲家里边住一宿去 这小杂货店就只有妻子 刘芳一个人 于是晚上七点二十左右 张华就拨通了刘芳的电话 在电话里边呢 俩人就约好了 张华回家 接刘芳出去吃饭去 刚把电话挂了 这客人呢 嘿就跟提前约好了似的 一波一波的可就来了 把这些客人送到目的地之后 张华他也着急呀 跟妻子有约呀 于是又拨打刘芳的电话 可这时候 刘芳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等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 将近八点了 他呢 又给妻子打电话 手机还是关机 由于家里边经营着 这个小杂货铺啊 经常有村民呢 要求送货 真说谁家要求送香水 送香啤酒的 他也不分点啊 给你打个电话 你就得送去 所以刘芳的手机 一般不会关机 这时候张华呀 这心里边可就有点嘀咕了 哎呦 出什么事了呀 这样才调转车头 往家的那个方向 开了回去 由于丈夫晚上不在家 所以平时天黑以后 刘芳呢 都会把那杂货铺的 卷帘门给锁上 可是张华这一回来 发现那卷帘门 是开着的 张华怎么也想不到 进到卧室之后 刚才还在电话里面 有说有笑的妻子刘芳 竟然是以这种方式 这种状态 呈现在自己面前 张华到底有没有嫌疑 一查就知道啊 张华开的出租车上 装有GPS系统 根据出租车公司 反馈回来的数据 以及张华的通话记录 都能印证 张华说的这些细节 于是张华的嫌疑 就被排除了 根据张华的描述 刘芳应该是在10月12号 晚上7点20分之后 也就是俩人最后一次通电话之后 遇害的 这个时间呢 村民们大部分呢 都吃完晚饭了 很多人呢 都睡觉早 对吧 都准备休息了 在村子里边啊 说到晚上七八点了 街上也没多少人走动了 那么谁会在这个时候 到刘芳的小卖部里来呢 在案发之后 民警呢 就绘制了一张 案发现场附近的 监控摄像头的分布图 侦察员需要把这些监控录像 拷贝回去 一秒一秒 一针一针的 在那进行搜索 虽然呢 刘芳家的小卖部啊 没有直接能够拍到的监控摄像头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 到过这个小卖部 又要离开这个小卖部 必然会经过其中的几个监控 民警对这些监控摄像头 拍下的监控录像 进行了调取 调取的时间范围 是从案发当天下午五点 一直到晚上十点 因为那个小卖部呢 也是挨着马路啊 这五点到七点 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 很多人呢 就会来回的穿梭在这马路上 突然呢 有一个穿着军大衣 骑着电动车的人影 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在天已经完全黑了的情况之下 这个人呢 骑着车还没开灯 骑的还特别快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他为什么不开灯 为什么骑这么快 这个情况当时就让民警觉得 这人可疑 虽然觉得可疑 但是啊 你也得有证据 对吧 你得有理由 除此之外 还要对监控录像里出现的所有人 都要进行一个调查 你不能说这人啊 看着不像好人 我就光查他吧 别人就不管了 那不行 最终啊 在监控录像里出现的人 民警呢 都一一的跟他们见了面了 确定了他们 案发当天晚上的行踪 别人都找着了 只有那个穿着军大衣的男人 民警始终没找到 而且这个人出现的时间 是最符合犯罪嫌疑人 从案发现场 跑到这个监控摄像头这 所需要的时间的 那么他会不会是犯罪嫌疑人呢 他跟刘芳是什么关系呢 拍下来的这个神秘男子 到底是谁凶手 是不是他 民警想找着这人 但不容易 为什么呀 天黑了呀 那监控录像呢 拍的也不清楚 看不见长什么模样 通过对现场勘察 民警也认为 杀害刘芳的凶手 很可能是熟人 并且还熟悉刘芳的作息时间 还知道刘芳的丈夫张华 什么时候不在家里 这就得是熟到一定程度的熟人 那么接下来 排查刘芳的社会关系 很可能就能找到这个穿着军大衣的男人 与此同时 法医也对刘芳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证实了刘芳并没有遭受到性侵 但是他们在刘芳的嘴角 还有大腿内侧 找到了一些不属于刘芳的人体细胞组织 在其中提取到了一名男性的DNA 那么这个DNA是不是就是穿军大衣这男的留下的呢 既然要查刘芳的社会关系 那么看他的手机联系人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方式 联系人有很多 因为毕竟是开一个杂货店 你得卖货 对吧 你有着上下游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联系人里呢 大多是附近的村民 但是近一段时间 有一个手机号和刘芳联系的很频繁 是在刘芳家附近 一个做买卖的人 叫什么呢 叫王大宝 就住在刘芳家的斜对面 他经常给刘芳发短信 就什么类似的 晚上请你出去吃饭去 要不咱俩出去玩玩 反正就这方面的内容吧 这明摆着 就是对刘芳啊 有那种不太好的心思啊 通过对王大宝进行侧面了解 民警也能证实 短信里的内容的基本属实 这王大宝对刘芳确实有好感 因为这刘芳的性格好 长得又漂亮 所以王大宝啊 哎呦 看见刘芳就跟着了迷似的 但是刘芳呢 对每个客人人都是笑脸相迎 生意人嘛 对王大宝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而对于王大宝的这些 暧昧短信 刘芳又是怎么想的呢 刘芳虽然没明确拒绝 但是人家不是那乱七八糟的人啊 态度是很明朗的 就不给这个王大宝啊 动歪心思的机会 每一回刘芳回的短信 都是拒绝的 请吃饭啊 不用了啊 这出去玩玩就不用了 生意忙呢 每回都拒绝 但王大宝这人呢 就跟钻了牛角尖似的 他就觉得呀 只要我再努努力 一定能得到跟刘芳单独出去的机会 甚至有可能啊 我能让刘芳喜欢上我 所以案发前的一段时间 王大宝没事就往刘芳家的小卖部里边跑 那么会不会是王大宝最终发现求爱不成 起了杀心呢 警方啊就依法对王大宝进行了传唤 在这儿呢 再给大伙科普一个小常识啊 到底传唤是什么意思 传唤 说白了 就是把一个人叫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但是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手续 非常严格的一个流程 这手续你得由领导批准 然后呢 从法律文书里边打出来正规的传唤证 至少两名正式的民警 带着警官证找到这个需要传唤的人 然后把这传唤手续给他当面看 签字之后再带回公安机关 这中间有一个环节疏漏 那都不行 而作为咱们国家的公民 收到了传唤证之后 要积极配合警方工作 王大宝传唤到了公安机关以后 民警就开始对他案发当天晚上的行踪 进行调查 首先呢 从作案时间上来进行调查 王大宝说了 案发当天晚上啊 他没在村里 而是在白城市区里边转悠呢 那天晚上五点多的时候啊 有客人需要送货 他就把这货送到了白城市区 送到那以后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 之后呢 又到加油站 给车加满了油 又到附近一家水果店转了转 买了点水果 等他回到村里的时候啊 警车都已经到了 那么王大宝说的事实话吗 民警马上就到这两个地方去调取监控录像 一个是送货的地点 一个是加油站 一个是这个水果超市 在加油站和水果超市的监控录像里 都找到了王大宝的身影 这就证实人王大宝没说谎 民警经过分析之后 王大宝确实没有办法在案发时间段 赶回村里边作案 这也就是说王大宝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但是啊 通过和王大宝交谈 民警也了解到 他为什么对刘芳有好感 一个是刘芳是真漂亮 另外一个 哎呦 这人好 对谁态度都特别好 当然王大宝人自己也明白啊 说刘芳不光是对我态度好 他对哪一个顾客态度都那么好 那么会不会是也有别的人 因为刘芳那么热情的态度 而对刘芳有了好感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也到刘芳的小卖部里边买过东西 他也许和刘芳不熟悉 甚至没有刘芳的联系方式 也许啊 他曾经暗中观察过 这个漂亮的老板娘 也知道石杂店的作息时间 如果真像民警猜测的这样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人一定会在附近徘徊过踩过点 于是啊 带着这样的一个推测吧 民警呢 就开始找石杂店附近居住的村民们 去走访了解情况 在走访之中 住在刘芳家后侧的张大娘啊 突然想起来一事 他说那天晚上啊 我到他家那店里呢 买了一箱啤酒 因为他家不是轻货吗 卖的确实便宜 我清楚的记得 当时还不到六点半呢 我看时候还早呢 也就不着急 就跟刘芳啊 在那聊了一会儿天 就在我俩聊得正高兴的时候啊 一个男的突然闯进来了 看见我在这呢 那个男的呢 明显的愣了一下 我一看 这有客人来了 我别耽误人家刘芳做生意啊 我赶紧抱起啤酒就准备走 而这时候那个男的呢 可热情了 帮着我呀 把啤酒就搬到了屋子外边 这个男的反正也没买东西 就走了 因为他帮我搬了啤酒 所以我当时呢 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你看 这不你们这又问我的时候 我才觉得 哎呦 那个人是不是有点什么情况啊 反正我原来在刘芳那个小卖部附近呢 我也见过这男的 哎呦 大娘 那您知道这个男的是谁吗 哎呦 这我还真不知道 他姓什么叫什么 但是这个人呢 有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平时手里边呢 总是拿着一个放歌啊 放音乐啊 那么个东西 反正跟音箱似的吧 我也叫不出来啊 你叫个什么 甭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每回这个男的一路过 大伙呢 就都能听见他手里边这音箱啊 就在那叮叮光光在那放歌呢 这对于警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于是警方呢 哎 又根据这个信息再去找别人了解 大伙都普遍反应说 对对对 有这么一个人 天天骑着个电瓶车 走出晚归的 啊 总是拿着个录音机啊 还是个音箱啊 在那放音乐 个头嘛 一米七五左右吧 长得挺瘦的 呃 对 最主要的啊 就就他那电瓶车 他骑着电瓶车 来回走 老是骑着 各位 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浑身一机灵啊 各位您别忘了 咱们之前说的监控录像里面 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可疑男子 身高也应该是一米七五左右 也是骑着电瓶车 那么张大娘反应的这个人 是不是那个监控录像拍到的 穿着军大衣的神秘男子呢 要说起来啊 当地老百姓也真是挺有意思啊 因为这个人平时不是总拿着一个 音箱吗 还是录音机什么的啊 所以呢 这附近的村民呢 就给人起了一个外号 就叫大音箱 那么这个大音箱 是不是杀害刘芳的凶手呢 很快民警就摸清楚了 这个叫大音箱的人基本的情况 本名叫李大国 37岁 有过犯罪前科 之前因为盗窃和抢劫被判过刑 目前呢 在一个工地上打零工 跟他的母亲一起居住 很快警方就控制住了李大国 李大国面对警方的询问 倒是很坦诚啊 他承认 那天晚上就是我干的 而DNA的比对结果也证实 遗留在刘芳身上的人体细胞组织 也是李大国的 那么李大国 为什么要杀害刘芳呢 这一切啊 还得从李大国出狱开始说起 一年之前 李大国刑满释放 回到了白城市 在一个工地上找了一个搬砖的活 每个月啊 能挣个将近四千块钱吧 在白城 在当年 这也算是中等收入水平了 每个月一开工资 都会把钱呢 一分不少的交给母亲 而每一回啊 他的母亲呢 都会从这钱里边 抽出来一百块钱 给李大国 当这个月的零花钱 但是因为这一个月 就这一百块钱呢 抽的呢 也是最便宜的烟 三块钱的芙蓉 当然了 他的妈妈呢 也心疼他啊 每个月呀 都会买三条这芙蓉烟 放家里边 每天早上 李大国出门干活之前呢 他的妈妈呢 就给他发包烟 发这么几块钱的饭钱 别看挣的不算少 但自己兜里没钱的 再加上之前犯过事啊 进过监狱 内心呢 就有着自卑感 他就不愿意跟人多交往 甭管挣多少钱 都回家给他妈 每回看见别人 吃好吃的 穿好穿的啊 然后别人回家团聚 有妻子 有孩子的时候 他这心里就压抑 他呢 就逐渐的产生了一种 嫉妒心理 甚至仇恨心理 谁日子过得好 他就恨 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吧 这李大国呢 来到刘芳开的 这小卖部买东西 刘大国 三十几岁了 一直没结婚 娶妻 之前也没接触过 什么女性 李大国 一见刘芳 平时对他态度很友好 挺热情 平时生活当中 买货的时候啊 也没事 会三句两句的 关心一下李大国的生活 哎呦 来了 最近怎么样啊 其实人就是会做买卖 结果李大国就会错意了 就对刘芳产生了好感 这李大国就跟王大宝一样啊 单相思了 这家伙无法自拔了 他就经常在这小卖部周围啊 来回溜达 但是看着进进出出买东西的人 他呢 又嫉妒 他就恨这些比他生活好的人 一般情况下 咱也想过好日子 那努力工作呀 对吧 勤勤恳恳多学习啊 可是他不想着靠这些正当的途径 来赚钱 来改善自己生活 对于工作 他是挑三拣四 他琢磨的都是怎么走捷径 能发家致富 时间长了 他就有这种不良心理了 他就想着呀 对有钱的人实施抢劫 我就能快速致富 于是呢 他在工地旁边一个小超市 提前买了一把刀 这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 李大国每天晚上都揣着这刀 在这小卖店附近呢 寻找目标 一直没发现合适的 当天呢 他就想到了 哎 对呀 这小卖店的店主也行啊 啊 他这个店地点比较偏僻 我真是做了案了 也不会有人发现呢 当天晚上六点多 骑着电瓶车来到了这小卖部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邻居张大娘在店里买啤酒呢 第一回进去啊 没机会 之后呢 把电瓶车骑到了另一个小卖店 放到那个小卖店的门口之后 又步行着回到了刘芳家这店 这一回可就只有刘芳一个人了 李大国呢 就说买挂面 刘芳啊 就蹲在柜台底下 给他找挂面 李大国这时候冲上去一把把 刘芳就制服了 就拖到了卧室里 当时刘芳对李大国也没有防范 因为呢 李大国和他们家呀 住的也比较近 再一个是属于同村的邻居 也经常到小卖店买东西去 在卧室里呢 这李大国就遭到了刘芳激烈的反抗 他就把那刀子掏出来 朝着刘芳可就刺了过去 最后啊 把柜台里的几条烟顺手就拿走了 骑着电瓶车赶紧就跑了 李大国口口声声的说 自己呀是因为没钱 逼不得已才去抢劫的 但是后来呢 这媒体也对他进行了采访 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新的技术 你为什么不努力工作 来改善生活 来养活自己和母亲呢 李大国说了 那不行啊 那多累啊 是吧 再说了 有的工作也危险的啊 我不想工作 其实在李大国的潜意识里面 不劳而获的思想 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正是他的这种贪 这种懒 这才把张华和刘芳 这个原本温馨幸福的小家 就给彻底的打碎了 最终啊 李大国也因为自己的罪恶行为 被依法判处死刑 这才把张华和刘芳